画面我有截图啦,所以这边就是1、2这个要改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栏位数 如果你用个新号是全部的栏,5栏就全部 如果你要只要其中的两栏,你就是看哪一栏的名称放上去 然后哪一栏也给他一个条件 那不过如果今天我要查的不是那个intg,不是那个编号部分 我要查的是像什么姓名好了,关键是 比如说我只知道说他叫什么关键,姓什么 但我不知道叫什么的话,那如果我要把那些人的名字抓出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其实你们也可以利用那个五十页这边 就是说关键字查询 特别注意哦,如果说我今天 如果是文字的话,特别注意哦,比对方式你不能用等 你可以用等于,但是如果说你要的是关键字查询的话,你可以用like 那like的话呢,他的比对方式比较特殊哦,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哦,那如果我今天要查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请输入姓名关键字哦,类似这样子哦,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你们可以怎么样,把刚刚这个查询的部分哦 刚刚是这个嘛,我把它注解掉了,加一个注解,Ctrl加斜线,前面加个请字哦,然后我改一下 改成这样子,请输入姓名关键字哦,我因为姓名在B栏嘛哦,所以我把这个X放在这边哦,资金给各位看,类似 他那个人姓林好了,所以我想说,那个有个林先生,他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要知道一下,我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当然出现哦,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哦,理论上应该这边要把它改成什么? 因为他这边全部嘛,他这底下只有两个,所以怎么办?把它改这个,B跟C OK,那一样,执行一下 所以 如果你上面是全部,下面一定要全部就对了,离 OK,好,看有没有姓林的会员 有了 有没有先生的 看起来应该是只有这个,其他好像都小姐 哦,那他电话在这里,那就打电话给他 OK,比如说我是做那个健身房的,OK 或者是什么,像饭店管理,OK 你也可以找,马上查出来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步,先把资料放资料库吧 如果你放资料库,你就很好查了,因为它是文字 后面用关键字查询 所以,什么查询系统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那可是要怎么做? OK,首先的话,请各位特别注意几点 第一个的话,如果我将来要做一个关键字查询的话 如果我不用条件,其实本来应该是把0放在这里 那上面就没有条件,这样子直接执行的话 应该就是只有0这个 特别注意哦,可是将来我希望呢 让人家用输入的方式,请输入到x 然后x再放过来的话,那其实到底很简单 怎么样,把那个x放到这个字串里面 做法很简单嘛,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就是把他切开,双要两个 然后呢,加加两个 移到中间,放个x就可以了 那各位有没有注意 他前面跟后面都放了一个百分比 那这个所谓的百分比 这SEQUEL里面惯用的所谓的万用字元 也就是前面不管出现什么字 或后面出现什么字的话 只要中间有那个字出现的话 那就帮我把那个字要捞出来 那有点像如果你用excel的话 有点像excel里面的筛选 筛选里面有个包含 包含这个字出现 那就帮我把那个给捞出来 那其实这样用法就很好 另外请特别注意 前后一定要用单引号 因为只要是文字 就一定是单引号 这个规则恐怕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出错的 很多人少那个单引 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个习惯 但你少这个单引号就不行 OK 特别注意 这个是规则 比如说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SEQUEL的规则 规则不是我定的 千万不要问我说老师可不可以改 OK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有些规则就是把它记下来 因为我也没办法改变 OK 前面特别注意 记得不要用什么等号 等于 记得用like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以前都觉得等于 或者等于等于 这边的话用like OK 可能是吧 这个like不是喜欢 应该是吧 应该是相近的 帮我找那个相近的这个东西出来 有点像筛选 有没有 所以这个功能就等同于类似ESHEL里面的筛选功能 所以我说 我说 ESHEL能不能当知道 可以啊 你用筛选也可以 AutoFuelter好用得很 也不见得一定是只能用SEQUEL 才能做那种关键字查询 不过不管 反正只要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都OK 所以 有人说不行 你一定要用什么才可以 拿到这回事 用的顺手 用的好 用的习惯就好了 哪一定是要怎么做 反正问题可以解决就好了 工具只是暂时的 最重要是做出结果来嘛 对 有人都拘泥在工具上面 那结果 不是也都一样吗 出途同归嘛 OK 好 那这个地方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用那个所谓的 就是姓名的关键字查询 记得这个地方like把它加上去 那因为我这边呢 有多一个变数 所以我就加一个 请输入姓名关键字 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查日期的话 其实方法都差不多啦 这个我就不特别demo了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找什么 找他生日是在哪一天到哪一天之间的 那你可以什么 输入一个哪一天开始 哪一天结束 但是特别注意哦 惠尔后面的话 就是C就是生日 用between 然后前后一样要单一号 特别注意哦 那有一些资料库 会特别给那个 那个什么 日期一个形态 所以这边日期 日期可能会比较特别 在C块蛋我试过 就是要前后用单一号 就是把其实 意思就是把它当什么文字看待 OK 所以这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日期 不同的资料库 可能有不同用法 是比较特殊的形态 其他的话大概 应该就差不多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那个关键字查询 可以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的话 关键字查询 还可以用在什么 像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回去可以练习看 把全省邮局地址 全部丢到资料库里面 再加上一个X 请输入什么 比如说地址关键字 如果今天想要查 哪一条路上 有没有 有没有邮局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查询系统 或者哪一个县市 请输入那个县市名称 对不对 地区名称 那就可以针对那个地区 有没有办法查出 它那个地区里面到底有几个邮局 OK 但是未来还可以怎么跟Google地图 这个连这个什么 Google 呼叫Google Google地图的API 直接连到Google地图上面去 马上就可以显示出邮局的位置 哇这样更方便 其实这些东西主要都解决 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这结合你可以把各种的工具 结合在一起 那你会发现 哇因为在查资料 其实是相当方便的 不然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以前要用人工的方式 每次要查一个东西就查半天 对不对 如果你经常在查询的资料 第一步建议 直接就把它放资料库里面 以后下一个关键字 老板问你什么 马上你就可以把资料捞出来 OK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情 如果他叫你帮忙做什么资料的整理的话 那你就先把资料捞一捞 OK 然后再快速的做个报表 其实就可以马上知道 有些相关讯息的答案了 你就可以帮助他做一些怎么样 给他一些资料 让他好比较容易判断 不然的话有一些老板也不是那么聪明的 对 他要做决策 不然怎么 如果下做决策 那这家公司 当然就完蛋了 OK 只要做对决策 自然而然 这公司当然 自然而然 这个业绩 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 这个往下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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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